HELLO HELLO 我是小伙伴 今天要介紹《戰鱗M》 《戰鱗M》是由海納蘇威發行的 古風3D MMO RPG 手機遊戲 也是由小說《絕世戰魂改編》的作品 同步邀請到饒舌歌手周湯豪 擔任遊戲代言人真的是下重本了 故事敘述的主角意外得到了《戰神之魂》 最後一步步卡上《強者之路》 而遊戲共有四大職業共玩家選擇 龍蝦 墨蝦 野獅 郡主 而在選角的地方還可以預覽該角色的超級大絕招 戰鬥採用的是3D動作類型 遊戲畫面還算可以 而招式與打擊感也算蠻流暢的 再加上特地引進的動作捕捉系統 讓遊戲在動作上呈現的效果還蠻細膩的 在《戰鱗M》另外一個特色就是翅膀系統 有部分任務在地面上是無法進行 這時候就需要翅膀 而翅膀不只是裝飾而已 是真的可以浮空飛騎 控制方向 3D全景飛行 有一種可以玩空戰的感覺 而目前遊戲在11月8號就會正式上市了 有興趣觀眾在等幾天囉 那我們來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先來選一個 好 這個 點擊這裡 開始任務追蹤喔 好啦 我們要開始了 我們今天要玩這款遊戲叫做 戰...戰...戰鱗M OK 戰鱗M 那...戰鱗M它其實是一款... 又是小說同名小說... 不能說同名啦 是小說改編的手機遊戲 它是由極品妖念所製作的 唉唷 怎麼那麼快就開始了 那因為目前遊戲還在預先註冊 那我們先來測試看看 什麼嗎 要得到一個新裝備 馬上升4級 喔 有一種免洗的味道啊 但因為我目前是把畫質弄得超高 最高 怎麼又是什麼五魂... 五魂覺醒的東西 好啦 我們先試試看 哈哈哈哈 怎麼聲音有太大聲嗎 我把關小一點 這樣子好了 又解鎖了 秒解鎖啊 好 那... 唉唷 全家第一廢人 它其實又主要是在走... 我猜應該是走... 哇 兩下就幹掉 OK 這是重點來了 那其實故事劇情就是說 它會遇到戰神之魂 就是這個戰神之魂 就是這個就是它的重點 然後戰神之魂覺醒啊 就是從廢人開始 逆生長 倒是因為你我的五魂才那麼遜 我都要哭哭了 為什麼我們的ID叫做 23級就可以3D飛行 可惡 那其實因為它在那個... 介紹上面的東西 畫質是非常非常好 但我沒想到 沒有人啊 好 我們來釋放戰魂之力了 喔... 欸 還沒看它打完就這樣子 上古蠻深 好 我們現在是解了這個之後 變成攻擊都超強 三元煉 三元煉 快點 我要沒力了 快點 我要沒力了 快點 我要沒力了 敘事左右 不過因為到後期 小說的頻率就是越來越多嘛 然後他大致上都是這樣子 就是得到什麼東西啊 或者說戒指裡面有老爺爺啊 這類的 就是越來越多去學習別人的東西啦 像這吉平妖孽就是可能比較後期一點的 是嗎 就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的感想 就可能比較晚看到他的作品 馬上就可以騎龍了 哎呀 我覺得17級很快喔 看來我們很快就可以3 開啟3D飛行了 那其實有四大職業啦 那就是 戰士 然後 月師應該就是補助 那我們這個叫做郡主 郡主的部分就像剛剛那樣 就是比較遠程攻擊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叫墨俠 墨俠就是應該比較像戰士這樣 俠客嗎 馬上要來打 還有一個 消滅20人 我好像拿完一整街的衣服 我來了 我可是戰神啊 爹爹 他們都要這樣講話 爹爹 幹要多次吧 又是坐騎又是翅膀 誒我真的也在飛誒 哇我真的在飛誒 我要飛去哪 我不知道啊 過任務吧 因為其實我也差不多剛測試完另外一款遊戲 其實他那個狀態有一點點相似耶 我靠我靠 好啦我稍微的覺得有點可惜啦 因為 蝦丸的感覺 當然是因為我可能不是小說謎 我沒有融進去這個感覺 然後 就是真的很可惜啊 那畫質來說其實沒有到太差 也沒有到很免洗 像有一款 有一款遊戲像 就真的不行了 不會講得太明顯 那個就真的有點失望了 而且是大失所望 好 哇 這可以直接 那可以前後嗎 他可以耶 喔 那我們直接用走的啦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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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VIP 因為此事 家主真的被打 各位 前天不分公司 什麼 我夜夜說過 這些單藥 來打王了打王了 啊我的翅膀怎麼收起來 大翅膀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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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喲 還說敢談和爹爹 呵呵呵 欸我的怒氣值要怎麼怎麼增長啊 要被打才有怒氣值嗎 就讓我來找三叔 就讓我來找三叔 有的 家主已經帶跑了 那太好了 如果這次遣往方家 你還是不要掉一清洗 時候不早了 快去方家參加選拔一試吧 你这个废物总算了 你我今天就分胜负也分生死 你怒气质都不用用你就拜拜啦 你竟敢杀我儿子 你们亲家今天通通都要死 给我杀 杀了儿子来老爹 画面有点乱 在哪在哪 帽子来了 哎呦我闪到外面去又给我 哎呦他痛哦 受死吧 今天游戏就介绍了 最后就和我们回选凌宗吧 喂休息几日就好 只是放假几日所 今天游戏就介绍到这啦 如来更多的未尚式游戏 或是更多的新手机游戏资讯 我也会在通知大家 也记得要订阅我 我是爱玩搞怪的西大怪 我们下一集再见啦 拜拜